腾讯体育9月26日特内旅飞训,记者都拱在2018年女蓝世界杯C组的一场焦点战中。 懂得主西班牙爆了63比72不敌比利时,跌起小组第二,比利时升起小组第一直接进击巴桥,日本则降至小组第三。 这样一来,排名低组第二的中国女蓝,将在淘汰赛中的这日本女蓝,比赛将于背景时间26日18点30分进行。 中国女蓝队员必跃入西班牙比利时一战之前,C组战化了,西班牙二胜零副排名榜首,日本二胜一副位列第二,比利时一胜一副位居第三,博多利个三战皆赴小组垫底。 若懂得主西班牙顺利战胜比利时,则将以小组投名的身份直接出现,比利时则将位居小组第三,在淘汰赛队阵中国, 以WNBA全明星球员埃玛梅斯曼为首的比利时女蓝,开场便对西班牙形成了有效压制,全场比赛始终保持领先,最终9分立刻东到主,梅斯曼看下19分8篮板,梅斯塔达夫21分,西班牙女蓝全对命中率,被限制在35%。 这样一来,比利时升级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,西班牙跌至小组第二,将与萨内加尔争夺一个八强席位, 此前排名小组第二的日本则将至第三,将迎战中国女蓝,中国与日本的胜者, 将在八进四的比赛中,遭遇澳大利亚,本届世界杯,日本队先是以71比84不敌东到主西班牙,随后77比75显胜比利时,又以69比61玩上波多, 一个球队主力的分手高田真心场均砍下16.7分,龚泽西贵16分,世界杯历史上, 中国女蓝曾与日本两次交手,争取的胜利,但随着今年来日本女蓝的崛起, 中国女蓝面对日本始终篮球一胜,进入2018年,中国女蓝面对日本女蓝战绩开始复苏, 在今年的亚加达亚军会上,中国女蓝先后两次战胜日本女蓝,成功赌得亚洲冠军, 而在世界杯前夕的一场热身赛中,中国女蓝更亦把15比72的比分, 是隔五年再次战胜日本女蓝一队,在中国队战胜赛内加尔队之后, 主教练许立面对即将到来,的副赛进行了展望, 且如果想要在2020年2月会出现,那么下一场球必须赢, 明天的比赛,首先要解决的是心态,胜负的是不要看得太重, 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是强对救位置,不能因为要争夺进前八名, 因为外界的因素而束缚我们的手脚,既然在前面对阵拉脱尔亚起此回声, 面对美国没有位置,对阵赛内加尔的紧闭也能承担压力, 那么接下来在进军前八的路上,我们会一如既往,坚定信心, 把训练水平展现出来,建立动员出来,就是抬起头,挺起球,往前走, 中国女蓝要想在2020年奥运会出现,这一步必须坚定迈过去。